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兵看 我是罗兵 好了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相较于昨天是开低走高 那我们看到今天有点开高走低的一个感觉 尤其尾盘甚至于还临门踹了一脚 变成下跌139点 那既然昨天开低走高了 那往上创了一个新高 那今天其实也有创新高 今天盘中最高来到2075 甚至于把4月15号的这个空方缺口都给补掉了 你补掉了照说对多方是有加分的作用的嘛 对不对 你照说应该是要一股作气的 干脆就把20883给它踢过去了 结果没有 补掉了这个缺口之后反倒是一路的向下压低 而且今天还是以最低点缩收 那最低点缩收就算了 这一根黑棒还把昨天的 这个红棒给吞噬掉了 所以代表目前整个盘面 我没说空头哦 我也没有说偏空哦 因为至少现在还是在五日线之上嘛 好 它竟然是回撤五日线而已 但是这就代表说现在整个盘面怎么样 它并没有要往上去突破 去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嘛 那既然暂时的架构偏多 但是又没有马上想要去突破 去创高去攻击 那代表什么 啊就是区间震荡啊 啊这个我讲多久了 到目前为止大盘不就在区间震荡吗 所以大盘的部分我也不用再多讲了 重点还是说 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区间震荡的结构里面 你怎么样去应对 你怎么样在这段时间去累积你的本金 我说大家有一个观念 区间震荡不是没钱赚哦 有股票在跌也有股票在涨 没有错 现阶段这种区间震荡的盘 因为它涨势不连续 所以你每一档股票 你每一波的一个操作 你赚不到什么大钱 不像做过去的那五成啊 一倍啊两倍三倍啊不 你可能就是几十趴几十趴 摸钱 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 20趴30趴摸钱 你只要这个时候能够放大 你的本金 你看嘛 你赚个10趴也好 20趴也好 30趴也好 你100万赚个20趴 就是120万 你赚个30万就130万 对不对 那你的本金放大了 是不但未来 破断行情重新启动 那个时候 这个涨势连续 你可以涨一倍 涨两倍的时候 因为你的本金变大了 所以你就能够赚了更多 所以你不要小看现在 哎呀 幾十趴幾十趴 摸钱这是为你未来 能够赚更多再做准备啊 那现在到底怎么样 能够2330趴摸钱 对不对 我说过台股在高档震荡 怎么赚 就用周周盈 因为高档震荡 除了我们要赚钱 我说过风险 风险 风险 你也必须要能够兼顾 对不对 你不要老想了赚钱 那都不用顾风险 这样你再会赚也没有用 一次你就毕业了 对不对 所以我帮各位所规划的周周盈 是不是既能赚 还有能避险 来这段时间来 我讲我们推周周盈 大概有大概三四个礼拜的时间 太久远的历史 我就不花时间去说了 前面也有那种一转可能就是 30%40% 少的也有10%20%的 有没有 太久远我们都不讲 我们讲说最近这一个礼拜 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我怎么做的 来 我们有没有上个礼拜买进光盛 有没有后来 在这个礼拜一 我们全数把它获利出清 有没有 短短三天来光盛 6442 上个礼拜在这边买了低一点 还在140几块 高一点买在150几 两三天这个礼拜一 有没有5月6号最高来到176块 来你告诉我 你买在140也好 150也好 你出在170几块 那有20%吗 你自己算一下 那有20%吗 那两天28天不好谈 对不对 好再看 4月26号买进一拳 有没有 5月7号全数获利出清 来4月26号一拳2486 4月26号来这天 有没有 哪一天低点71收盘72 基本上就在70出头 后来我们什么时候卖掉 我们5月7号全数获利出清 来 你70出头买的股票 7字头买的股票 后来涨到90块 7字头涨到9字头 那有超过20%吗 让你掐头去为打折 也是20% 十几%啦 对不对 几天的时间 那这样不好谈 你买在这里买在这里 那这样不好谈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卖 你说啊 这两天还在涨呢 还在涨又怎么样 哎呦有没有过高啦 你没有过高 我帮你多报这两天也没多赚啊 而且我帮你规避掉风险啊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 还有佳能啊 来 佳能我们从4月9号 有没有 从这一天开始买 这一天开始买 后来一路买一路买 4月11 4月12 4月16 一路买有没有 后来我们哪一天卖 4月19 这一天卖 有没有 这一天高点都还在44块4 你自己自己看吧 这一天低点多少 31 收盘33 你不管买在31也好 33也好 再让你买高一点 35好不好 因为我们是连续的买进嘛 对不对 那你都买在三字头的股票 你涨到44块 你全数把它获利出清 你自己算一下 那有买个三十八目 五四十八目 让你掐头去尾 最起码三十八走不去吧 那你看 这还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每一趟 少折10% 20% 多折30% 40% 让你平均抓个二三十 好不好 不要小看这二三十 一百万就是三十万 那你一百万能够 拉大你的本金到三十万 当下一次 真的能够赚倍数的机会来 你同样一百万赚倍数 两百万 你一百三十万赚倍数 就两百六十万 那有赚得多吗 你自己算一下 你自己算一下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近期在面对 这样的盘面震荡 我们帮歌手规划了周周营的一个策略 目的我说过了 赚当然是要赚 但是怎么样 但是我也还要兼顾避险 为什么 因为盘面轮动很快 筹码你看今天强 你不要说什么 昨天有没有一大堆的人 要跟你讲重电 有没有咱华晨掌听板 是一堆两个跟你说重电 今天华晨是更胖的 今天重电是更胖的 你昨天看重电去强 哇筹码好强啊 去追的 今天马上又中奖 你上个礼拜追银剑的 是不是也是中奖 重电不是不好 银剑不是不好 你要买对时间 大家在追银剑的时候 我告诉你军工 我告诉你重电 没有人讲可以买 你买在上个礼拜的重电 到现在是不是还是赚钱 可是你同样重电你去追 你昨天去追的 你现在就套了 为什么 筹码强弱变化很快 筹码强弱变化很快 所以你要对的一个策略 去做一个应对 好不过 这段时间 我们帮哥锁定了一档股票 他并没有用周周银的方式 去做一个操作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了 周周银的一个操作 当然是以收尾单位短限应对 但是根据 根据是他筹码的强弱 筹码弱了 不强了 就先出一趟 哪怕两趟 哪怕是两天三天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有一档股票 他他的筹码就一直很强 那筹子朋友 我怎么出 我怎么出 那筹码就很强 哪一档股票 哪一档股票 就这一档啊 对不对 我说赖政府接下来的五大产业之一的 下一个新兴股票啊 这档股票不用我给他说的了 我说多久啊 我想起码说两周三周 我没有每天变来变去啊 我说我锁定我重压的这档股票就是这样啊 重压 我每一个会员都有 你只要有跟我们联系的 我帮你规划的 那也是这档股票 纵上你还不是我的会员 我叫你买的 还是这一档股票啊 啊为什么我这么看好 来 不用我多讲 4月18 4月19 这我以前就讲过了 我从4月18第一天买 4月19 4月23 4月24号 有没有连续买进 好你说那到底是什么叫4月18 4月9 来来来来 我们来图解一下 你更清楚 来 在这 这档就是4月18 这档4月19 然后放完价以后 这档23 这档24 有没有来 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 我们连续的买进 好那既然是连续的买进 我们就来看 他低点到172 高点到187 你不要说买到最低 不要说你买到最高 我们平均一个好不 买到百倍 不过分嘛 对不对 不过分嘛 好 你这边连续的买进 甚至于在这样过 在一路这样走过来 这个过程里面 有机会我们就加码 有机会我们就加码 我只问各位 当你在170几块买的股票 到今天涨到了220块钱 第一个 你赚钱了没有 你赚钱了没有 你哪一个没有 我说过这张股票 我每一个会员都有 你只要有跟我们联系的 哪怕你还不是我的会员 你来咨询的 电高底部吧 这叫电高底部 这个过程只拉出一根掌银板 慢慢的一直往上电高 有没有 尤其你看 还没有喷出 你看这个今天礼拜四嘛 你看这个礼拜以来 有没有天天都在创新高 但是还没有喷出 还没有喷出 好那重点来了 还没有喷出的股票 如果他的筹码强 是不是代表 趋势比明确都不用我对了 赖政府的产业嘛 对不对 他富士产业的一个重点 这绝对是趋势上的股票 那加上如果他的筹码够强 是不是随时 我强调的是随时都会喷出去 好 为什么说他的筹码强 来 有没有看到股价怎么样 股价越电越高 越电越高 越电越高 从170一路涨 一路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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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现在220 有没有 但是问题 有没有看到这叫融资 融资居然从他股价开始涨以后 他开始掉 融资开始掉 啊什么叫融资开始掉 融资开始掉的意义代表什么 是不是 这些筹码 随着他股价慢慢的往上推 结果他的筹码 是从我们一般的散户 流到谁 流到业内 法人 大户的手中 这样筹码强不强 好 除了说核心筹码 流到这些业内法人大户的手中以外 从散户的手中流过去以外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部分 融券居然是正价的 有人看他 诶 一路了往上垫高 看他不错 我就给你空 空到你下来 好 问题是 好 来来空 来来空 你空你有赚钱吗 那你就算了 我刚刚一开始告诉你 今天股价怎么样 今天股价就创新高 今天股价就创新高 那结果这一路下来 除了融资减以外 融券还一路 到昨天为止 融券就创新高 今天股价创新高 结果昨天融券创新高 因为今天还没有看到融券 融券余月 现在我还不知道 可是到昨天为止 融券就创新高 那这告诉你什么 直接从低档 一路放空 一路放空 一路放空上来的 现在贪钱了 挣钱还是赔钱 一路被夹上 股价创新高 你融券创新高 你被夹空 对不对 你只要看嘛 被夹空的融券 加上核心筹码 由散户移转到业内法人 大户的手中 再加上它又是未来 赖政府的五大产业趋势 我只问你这几点就好了 筹码跟产业趋势 你要看技术面也行 这个技术面是多头 空头你自己看 会不会喷 你认为它会不会喷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看法 它只要一喷 就是两根三根先起跳了 最低消费先给你两根三根的 什么都不用说 先来给我三根再讲 问题是 重点来了 我现在还没有喷 可是我们在一百七一百八百的股票 因为现在已经两百二了 你自己算一下 这样有将近三十趴吗 二十几趴了 你现在握在手中的 已经二三十趴的获利了 还没有喷 你已经先赚二三十趴在手中 一旦喷出 我说过至少两根三根 不用多 三根就好 三根就是三十趴 现在将近三十趴 再加上三十趴六十趴 一旦开始喷出 市场才会来追吗 因为现在市场上 还没有人在讲这两根股票了 真的没有人在讲 有人在讲 就不会这样子 没有人在讲 大家还没有来 就三十趴在手上 一喷出三十趴加上来 六十趴的时候 大家才会来追 大家来追至少 还要再给它推一个 一根两根 到时候就八十趴 怎么样能够赚大钱 我一直告诉各位 来股市就是要赚大钱 赚大钱要讲究方法 尤其在目前这样的一个 轮动格局里面 我说过 你做股票不要 大家都在讲的股票 股票已经涨上去了 你再去跟他一窝蜂的去追 想说这么多专家 权威民事 在帮你背书 在推荐 你说这 绝对没问题 当初重点 他也会说没问题 人家也会说很好 你那个时候 官店去买重点 你这几个节套 你上星期去买人家 你现在有贪钱吗 那你按照我的方式 对不对 没有错了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你说哇 我很久的 很久的 两个礼拜 这样三十趴也不好贪 你每天穿来穿去 你怎么贪到三十趴 你自己比较看看 你每天看到墙就去追 你这两个礼拜来 你有断到三十趴吗 而且我告诉你哦 我刚讲你看到追 你看到墙去追 你觉得不敢重压 你可能只能买个一张两张 刷个存在感 对不对 可是我是重压 我是连续买进 连续买进 连续买进 你去问问看会员 这张持股 至少都三十趴起跳 持股比重了 这三十趴升聚 五十趴也不奇怪了 这才叫重压嘛 那一旦你的资金只有一半在这里 现在三十趴哦 一旦碰出 我说至少来个三根 当这张股价拉出六十趴 甚至于未来大家来跟来来抢 又把股价往上推 不管六十趴八十趴 你的资金有一半以上在这里 你的财富是不是立马有感的增加 不是说买一个一张问道 买两个处退 那个都不是真正做股票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我每天苦口婆心地告诉各位 多短行情没有错不用怀 但是方法要对啊 方法要对啊 你方法不对 你还想跟他赚大钱 那谈何容易啊 什么对的方法 除了说你喜欢做短线的 有一些筹码不能够连续续墙的 我们就周周赢 短线短打以外 像这种筹码很明显就是续墙 趋势又对 你看到现在还没有喷出都已经累积了将近三十趴的涨幅了 一旦喷出能不能赚大钱 那也因为他还没有喷出 所以 为什么到今天还在讲 我还没有公开给大家 因为我不想公开以后把它筹码弄乱了 那也因为他还没有喷出 还没有跟上了 绝对还来得及了 一旦喷出我就公开了 现在已经离我们成本三十趴了 其实我随时可以公开的 只是 我不希望他的筹码被打乱了 所以 你认同的 你认同 我讲这么多 你听得懂国语的 那我讲什么 你认同的 尤其这档股票 你想跟 你又在那边犹豫不决的 我告诉你 还有机会 就看你要不要 你不要等到 未来喷出了 两支 三支 然后市场上这些专家权威 又来了 你再讲说 人家专家权威开始推荐了 应该没问题吧 你到时候再来追 我先跟你讲 我现在已经30%握在手上 一旦喷出就变50% 60% 等他们来追的时候 我随时都可以获利了结 不要到时候说 我又到货给你 你要买就趁现在 认同的想买的 股市沃冰汉 like at的官方账号 好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我们会有专人 专业的理专 会来辅佐各位 辅导各位 如何在最适当的点位 把握这场股票 喷出钱的最后买点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